决定大肠癌这三种食物一定要少吃 你们知道吗 2020年全球估计有超过 190万新结肠直肠癌的病患 那大约有一半人因此离世 有近年来呢 大肠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么怎么样预防大肠癌的风险呢 这样就从我们的餐盘开始做起了 第一个就是高脂肪的食物 像是奶油肥肉起司等等 它们被代谢之后会在我们的肠道内 产生刺激性的二度胆盐 增加肠癌的风险 第二个就是红肉加工肉类 像是烟熏香肠培根也需要限制哦 因为未被吸收的脂肪 会促进大肠细胞异常增生带来隐患 第三个是酒 谨慎控制酒精摄取量至关重要 特别是啤酒的过量饮用 与大肠癌的风险是直接相关联的 咱们这个疲惑 我也会说